HELLO 大家好 我是Omway 那我們今天也要繼續來玩這個 王座與弱 我們上次呢 已經又玩完了這一關嘛 那今天應該是要來玩這個 這應該是目前倒數第二關吧 總之 來啦 我們廢話不多 直接來玩喔 這一關 阿 其實這個遊戲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辦法實行看這一個關卡有沒有 他的 就是難度 應該說他有什麼兵種要我來做克制 就比較麻煩 總之不管啦 我們先看一下他右下角的勝利嘛 我們選一個比較簡單 唉唷 他有一個勝利 限定我們一定要帶這三個東西耶 我們看那三個東西是什麼 玻璃砲 我實在很高 很好 然後馬 我的馬 可以衝撞敵人 還有一個是 這個是什麼 好像有點爛耶 我帶這三個特權 我就不能帶其他特權了 要玩這種東西嗎 我們直接變玻璃大砲了 你知道嗎 這是我衝進去撞人 可是會讓我自己在扣血什麼鬼啊 這是不是很爛啦 我帶這個就等於我自己是廢物 然後我不能點其他東西耶 算了 我先不要玩這種東西啦 感覺不好玩 哇 下面這個好難喔 這個又是一個 就敵人遠程會變超級猛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選這麼難的嗎 我看有沒有比較簡單好了 好像沒什麼特別可以選的耶 因為下面這兩個我沒有解鎖我選不了 應該是最後這兩個東西 算了啦 我們還是照原本的這個想法好不好 點這三個 然後變異器就不選了啦 變異器完全不選 這次就快樂玩嘛 對不對 然後武器要選什麼啊 通常玩這種 玻璃大砲應該就只能用遠程攻擊吧 這個是什麼東西 喔 這個是詛咒敵人喔 這個是先下咒 然後按扣牌鍵之後會直接把人家咒殺 是不是 好像挺有趣的耶 玩玩玩看 所以說我們自己軟到爆 軟到爆啊 喔 然後這一關是 哇 這關真的是山中的這種城堡耶 看一下第一波 第一波應該是蠻爛的啦 我應該自己都能守 所以我們第一波一樣 就是 先 皇家鍛造場 可以為我的角色研究升級 好像不錯耶 不過我在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蓋 因為我們第一波 神殿喔 哇 這關又多很多奇怪的小東西耶 真的是說 這關有沒有什麼礦場可以蓋啊 這關好多神殿喔 哇 這真的是一個 山中要塞的感覺耶 好扯喔 這個感覺還行啦 這個蓋了其實他可以幫我們跳錢 他每晚會提供二的收入耶 而且可以射擊耶 然後神殿蓋越多他越猛耶 我們還能再蓋神殿耶 好像神殿蠻有用的喔 我來蓋一下神殿 先蓋兩個 然後剩下兩塊錢我們就回去蓋一棟房子 看一下神殿有什麼效果啦 喔 他不需要把它蓄滿是不是 要先把那個神殿蓄滿才有用 OK啦 沒關係 總之我們來試試看啊 基本上應該右邊這邊先把他守一下 欸 等一下我發現我是個廢物耶 揍殺 哇 揍殺 揍殺好像有點東西耶 欸靠 我真的被打太痛了啦 超白癡 我被打跟 跟不知道被什麼 我被打跟被大砲打到超級痛耶 揍殺 哈哈哈哈 但我們很痛啊 是真的痛 然後下一波的話有五個 這什麼 岩屬人 從防禦塔受到額外傷害 他可以直接從某地方直接挖過來 好像很強耶 欸這邊是斷橋 不是啊 而且我發現這個東西 有點搞啊 這個東西很難蓄滿耶 不過我們還是得蓄阿 先把神殿都蓋起來好了 因為神殿蓋越多 他累積的傷害越高嘛 我看到說明是這樣子啦 所以神殿應該是能蓋就蓋 然後直接下一波 岩屬人我是覺得應該是沒啥難度啦 應該就叫跟我們放個揍殺就結束了吧 有沒有 欸不要打我 欸 而且我發現他們身上有那個耶 就是我的揍殺有時間耶 我目前是想要把他拉近一點啊 拉離我的神殿近一點 欸好像很難耶 先揍殺好了 因為他會亂跑啊 對對對 過來過來過來 我至少這邊疊一個嘛 揍殺 有沒有 疊一個 哇這個要疊滿了 要花好久喔 下一波的話 是弓箭手的長毛兵 感覺就很簡單 不過我們一樣阿 神殿先蓋 我們是非常信仰 我們非常虔誠好不好 我們是非常虔誠的人 所以這個神殿能蓋就先蓋 再來 目前五塊喔 我覺得我們先蓋個射箭場什麼的好了 或者兵硬阿 這裡有兵硬可以蓋嗎 好像沒有耶 欸這邊還有一個神殿耶 可是我覺得我們先蓋射箭場好了 因為神殿以我現狀來講是沒用的東西 我們火焰弓箭手放 放這裡 把這幾隻射死 然後我來左邊 說神殿是不是不會被打阿 我感覺好像神殿不會被打 揍殺 等一下他 揍殺 揍殺 揍殺一點 欸好痛 真的好痛 我什麼鬼阿 我真的就被秒假的耶 超級痛耶這個東西 你看我被摸一下就 剩一滴血耶超扯 喔幹那長魔兵太痛了 長魔兵打我太痛了 不對阿這個 但沒關係阿我 反正他不會打神殿耶 好像不會打神殿 那我現在就在周圍這邊 先累積一下 然後揍 欸靠北 沒揍殺到阿 我真的覺得這好難玩的 就是我們角色就玻璃大炮 很痛苦阿 再去一個 OK 感覺我們要先把一個神殿疊滿 下一波都是這種小飛機耶 然後上個幾機會我發現喔 這種飛行的 蓋農田的稻草也是很好打的 可是農田稻草就有個致命確定 他怎麼打空中的東西 那這波怎麼辦阿 很多飛行的 幹劍塔好了 應該只幹劍塔防守 說皇家鍛造草我真的很好奇 這應該要先點吧 自動會冷卻時間減少 增加60%的生命值 好像很有用阿這個 加護加 因為我現在太容易死了 還是不用阿 點這個 讓我們冷卻 就是酗酒點 然後 我們就可以一直點 一直殺人 好等一下 再來 喔我其實可以直接升主堡阿 要直接先升嗎 我目前其實不太確定阿 但目前很多隻都往我主堡這邊飛喔 所以 不管啦這邊先升個這個神殿 我們主堡先不要升好了 剩下的錢就拿來升劍塔 我們目前會很需要劍塔幫我防守 然後我們的弓箭手都站這裡 基本上應該還是只能靠我們自己打吧 這一波的話 因為敵人那個有點夠 喔 放個 喔可以 咒殺 這個咒殺傷害不是很夠阿 不要拆我這個不要拆我這個 靠北 他那個怎麼拆那麼快阿 太扯了阿 衝來好了 不是他打太快了 我這個東西蓋沒多久被瞄 我覺得我們這個升上去好了阿 神殿不是那麼的必要先弄 欸我發現升上去這邊還可以再蓋座塔阿 可惜我現在沒錢阿 等一下 那我懂阿 我現在錢很多嘛 我直接先升上去 然後至少這邊可以蓋兩座塔幫我守 反正這一波的話這個東西很難蓋 很難蓋起來 我們就這樣子 看一下 放一下OK 放一下 再放一個 再放一個 咒殺可以 唉唷不錯喔 欸不要打我的攝影場阿 雖然說被打也沒差阿 來來咒殺 有沒有 哈哈哈哈 我現在就是咒術師 你知道嗎 好啦你們儘管打我沒關係好不好 我們就順便累積這個神殿 欸這個神殿真的好猛喔 雖然說他還沒累積出來之前很爛阿 下一波的話 有很多這個 蛤 炎鼠 弓箭手 這是不是有點夠阿 那麼多隻 那我現在錢其實有點數量阿 我們就先 升這個好了 幫我們角色先升一下 然後我看有沒有什麼射箭場什麼的可以叫 因為這遊戲小兵還是 比較強一點 因為他可以扛 扛比較久一點 路障 我看一下有沒有射箭場阿 好像沒有阿 而且我其實我有點想重玩阿 因為我發現我目前蓋很多神殿都沒屁用 就我蓋在很沒用的東西 像我蓋在左邊這邊這邊根本就累積不了 就這種情況我不蓋塔的話 沒辦法把它擋在這邊 好啦 反正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蓋 我們就蓋很多塔啦好不好 就在那個 我們的神殿旁邊阿 都蓋一些塔 阻擋下敵人的進攻阿 OK 然後還有三塊錢阿 三塊錢就 隨便蓋吧 總之我們繼續阿 先把 我覺得我們先把一個神殿給累積出來比較重要阿 有沒有 只要 只要能夠把敵人全部 喔 我這個升上去欸 我這個升上去 他代表他應該會幫我打 而且會有錢吧 喔 欸 上面被突破了 不過被突破也無所謂阿 因為我這關 我這把其實沒有我多少經濟作物 欸神殿沒有血量是不是 神殿好像沒有血量欸 他是不是不會被打爛阿 然後這一波有投石車 然後射手石人魔 恩 路障先架好了 然後這邊 哇 這個有點麻煩欸 這關好像沒有進戰 沒有騎士可以叫欸 沒有騎士可以叫的不是很妙 因為會不好打 算了 感覺我們現在能做就是趕快把那個神殿給累積出來比較重要 現在的十塊錢 我覺得啦 其實下面這邊應該靠我們自己守得了嗎 呵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可以進在家放一堆房子 欸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射進場 可以再蓋一個 他怎麼會藏在什麼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鐵匠鋪 不過我目前升不了 現在就是先把我們的小兵 我們先守左邊啦 因為右邊應該可以守 我們先想辦法把左邊守起來 然後右邊就隨便啦 反正右邊有陸障可以的 來 揍殺 哇 這個石人魔很痛 很硬欸 揍殺都殺不太掉 喔 這個升起來了 升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撤退了對不對 哈哈 升起來後就可以撤退了 我們要把石人魔擋在這邊 揍殺 太痛了 太疼了 等一下 太疼了 哇 那個石人魔太痛了 完蛋 但我這邊神殿起來了 神殿有起來就不一樣了 揍殺 喔 可以嗎 欸不對 我現在不想要在這邊揍殺 因為我想要讓上面這個累積起來 欸 神殿好像很強欸 哇 這個石人魔超會跌欸 欸 神殿好猛喔 我發現神殿超強欸 神殿不會被打 而且他又很痛欸 他打超級痛欸 我的天啊 喔 想不到我先升神殿是好 欸 神殿可以幫我跳前 那這波的話 岩屬了很多 賽車手很多 好像主要都在 都集中在右下角吧 那我們目前只有25塊喔 敵人從左下角來嗎 這個魔方我們就 這個魔方應該 蓋的也沒用 這個遊戲是不是 塔 就 我也不知道欸 我自己 自己比較想要先搞那個 就是 經濟之類的 這個路障先升好了 因為路障很強 我的理解是路障很強 然後這個鐵匠鋪升一下 一樣啊 我們就把它升遠程了嘛 遠程傷害升一下 然後這個 皇家鍛造場又可以升了 我們再升 好不好 這個該升什麼呢 主動技能跟CD嗎 主動技能好像很重要 就有時候我覺得我揍殺要擠太久 這個點好了 然後還有8塊錢喔 8塊錢 蓋房子就對了 因為這一步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難 先蓋房子賺一下錢 賺一下錢 反正我們有很多弓箭手 應該是不會太難的 右邊這邊還有超猛這個 神殿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可以守在這邊啊 這個地方 先讓這個神殿升上去吧 先讓這個神殿升上去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個應該我就隨便打了 他其實 對我沒威脅啊 然後上面這邊 他 喔我這邊 升出來了可以 我想要先把左邊這個弄一弄 這個神殿 有沒有看這個神殿多強啊 咻咻咻咻咻 超級強欸 哇神殿是不是有點狗啊 神殿根本在做壞吧 那我這個神殿好像升不出來 完蛋了 你知道嗎 我自從玩了這個遊戲 玩了這一關 我要開始信上帝了 原來神殿這麼猛啊 欸我上面怎麼被拆了 什麼東西 等一下 上面有怪人啊 這什麼東西啊 我沒有注意到上面有奇怪的東西 把我東西拆得差不多 馬的咧 什麼東西從上面偷打我啊 哎呀這個還沒升起來 還比較值得進行的是 我的那個經濟沒被打到 那下一波是什麼 集訓武車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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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是射我欸 這很恐怖欸 從哪一來 好像每個地方都有 我這個地方放門 然後這邊蓋塔好了 欸不要不要不要 因為我要讓敵人死在這邊嗎 我在我家這邊蓋塔好了 蓋個一座 兩座好了 這邊蓋一座 這邊再蓋一座 欸 對這邊再蓋一座 然後我們現在錢很多 我們直接把鼠寶升上去 這次要升什麼比較好呢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升欸 把這個 我的血量再提升一點好了 那剩一塊錢我們就 直接下一步 所以我們升 升上去的嗎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再升好了 我發現呢 還是沒有什麼近戰的東西可以叫 這關完全沒有近戰兵可以叫 欸有欸 我升上去有了 這邊可以叫了 剛剛還沒有 那只 英雄之居 這一關也有英雄可以叫 然後這邊有個 靠 這邊金礦是剛剛才出的吧 我剛剛看都沒有金礦 金礦喔 現在 八波了 我才蓋金礦是不是有點忙 不會應該還好 這遊戲的那個 比較大的經濟 經濟的東西好像都 都在很 就是你要升到三階才能蓋啊 啊我前期都沒那麼多錢的神 那感覺這一關 我沒有加成的話蓋金礦 效果不大 嗯 這關應該沒什麼東西可以蓋 這邊還有個兵力 那樣子的話 下面放掉好了 我們就優先 先把這個神殿給搞出來啊 哇這個 那個弩砲有點可怕的感覺 欸欸 弩砲很恐怖 他一直射我欸 欸 欸弩砲有點狗欸 我要先把這個東西弄起來 差點差點 欸我死了欸 我被那弩砲弄死了 這一座差一點啊 哎呀 沒人要過來啊 欸 那弩砲好狗喔 他射超遠欸 欸那弩砲射超級遠 他把我的小東西射掉了 好狗的東西喔 他東西超級狗欸 下一波呢 爆炸啊 爆炸的東西 然後弓箭手什麼的 我比較兇這個 趕快升起來啊 不過我們現在錢很多嘛 我們兵營先升好了 直接騎士 先叫個四隻出來 因為騎士還是很給力的 我跟觀眾講一下我的想法好了 因為我覺得下面這邊 雖然神殿很多啊 但是我覺得我們 把兵力集中在上面 這個神殿會比較好 這邊是我們最終防線嗎 就是敵人的必經之路是這裡啊 然後我可以依賴著這個 神殿守這個 比較不會被各個擊破吧 我覺得 這樣子的話我們現在還是有一點錢 一樣啊 我們上面 最上面這邊全蓋好了 把什麼城牆啊塔 上面都蓋起來 而且我看他上面這邊給很多這種 就很多塔 你懂嗎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這代表最後一波可能上面會超多會飛的東西跑過來 就很垃圾喔 OK 蓋好 然後我這關 經濟應該會比較少一點 但沒辦法 OK 下一波 我們就站在上面看啊 我們就不要管下面啊 反正我神殿升起來 應該就隨便玩 哈哈 有沒有有沒有 我的劍塔瘋狂射擊 劍塔射擊 可以可以 然後我就一邊拉在這邊偷點 欸 欸 他們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打我了 我跟你們講 欸 他們跑上來啦 他們跑上來我整個用咒殺了 你知道嗎 我發現我的這個武器 手有點短啊 咒殺 欸欸 我的主堡要沒了 等一下 欸 主堡要沒了 快點 小兵 騎士 我騎士怎麼在那邊掛啊 但沒關係 這個應該守不住 因為他們沒有很強 只是 我的角色真的太軟了 我角色沒這麼軟應該是隨便拿 不對啊 我發現我應該守這裡啊 因為炎鼠弓箭手很賤 下一波有很多賽車手 我們目前有49塊喔 有賽車手的話 其實可以想辦法擋 藍在這邊或這邊 藍在這邊好了 讓他過第一個路上藍在這邊 應該可以 然後就是我們把這個 呃 看我們要叫什麼吧 弓箭手 火翼 嗯 其實我覺得龍很強啊 感覺我們比較需要射 呃 遠程射擊的東西 蜥蜴可以進行近戰欸 然後蜥蜴基本上 好像很強欸 我們叫蜥蜴好了 叫兩隻 Yes 兩隻蜥蜴 然後蜥蜴就可以站在這邊射 蜥蜴射很遠嗎 好像看不出來 不過沒關係喔 我們現在還有37塊 你們覺得我會生什麼呢 沒錯 我們就是我們最後這個牆先升一下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弓箭手升一下 因為我自己還是覺得啦 這遊戲的士兵還是強一點 欸可是我目前想到有個問題欸 因為我的這種弓箭手什麼的 他的箭竹都在下面欸 就是我守不住的話會很難打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麻煩的地方 算了不管 總之我們升了之後塔也要升啊 塔的話就 點這個好了 目標是生命值最低的單位和飛行單位嘛 基本上就是講他會優先打飛行單位 啊飛行單位我自己預估啦 不對如果是要飛行單我應該要蓋上面這邊 下面這邊還是放那種可以直射的好了 可以直射的呢就是 可能這個碉堡塔吧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啊不但我們這一步是要把它攔在下面嘛 試試看攔不攔得住啊 雖然說他們有那個破壞者有點可怕 但是 應該也不是攔不住才對 試一下試一下 登登登 反正他們會經過路障有沒有 哇哦 欸破壞者在撞我的塔欸 射射射射射射 可以的你們可以的 欸他們這好多人喔 還好我這關有選那個火焰工匠 你看火焰工匠你手多強 很燙啊他很燒你知道嗎一直燒 很燒很燒可以 欸他還看我啊 哈哈哈哈 還行啦看一下這個神殿多猛 然後下一波有沒有 神預測一堆會飛的 然後這波錢其實很少欸我發現 我每一波能拿錢其實沒有很多 欸不是不是送這個 先把弓箭手都升上去好了 上面沒有龍天可以蓋啊 所以我只能升弓箭手 然後就是把這個升成碉堡吧 升上去 啊沒錢了欸 基本上這個就沒技巧啊 就是就是看誰比較強而已啊 我的想法就是要趕快弄死這個大隻的蟲 只要能弄死就不會太難 欸不對啊他們有點猛啊 哇咒殺 咒殺還不夠還不夠 快快快 咒殺可以 我的角色是很痛的啊 有沒有看到咒術師嗎 咒殺有沒有 還行 可是我上面被毀了差不多 有點猛欸這個 接著最後一波了是嗎 欸這是最後一波還是那個啊 好像是最後一波了 結果最後一波上面沒東西喔 欸不對啊這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波啊 我現在有點老人時代 我忘記這個是打完十三還是這個是第十二波 總是這一波的話敵人很多 而且很多那種會鑽來鑽去的 會很難打啊這關 城門限制不了他 就只能靠我們的近戰限制了 近戰升一下 這個當然也是啊 欸不對啊我發覺我們近戰有升的話 是不是可以 就是依靠我們的 近戰 該這麼講 就是我把一半的這個 騎士放在這邊有沒有 然後他就可以幫我 攔住右下角這一邊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在 這邊好了就是有神殿的地方啊 我都放這個騎士把他們攔著 然後左邊這邊 這個這邊才二十隻是隨便打的 最麻煩的就是下面和中間這一條路吧 我必須要能守住喔 不過老實說其實我覺得這關可能不會很難 我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我哪來的自信 我覺得這關沒有很難 我們還有三十塊嘛 把英雄升一下好了 我們的蜥蜴應該也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啦 好不好蜥蜴應該蠻強的 我們就把這個蜥蜴升上去 然後再生一隻 我們就會有一隻很強的蜥蜴啊 有沒有我們的蜥蜴跟著我們跑 說我真的不知道蜥蜴射多遠啊 我怕放在這邊他射不到 算了蜥蜴在這裡好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 看一下 試打一次很悍嗎 那個爆炸的我們先用咒殺 哇靠 什麼鬼啊 那自爆兵真的很狗欸 完蛋了我目前神殿放那邊射不太到 放的不好 然後我不知道我人在幹嘛 左邊隨便打 右下角 就這一個東西比較麻煩吧 這我殺掉 我不太敢再給他打 其實我覺得我其他的兵都可以死啦 我這個英雄不要死 英雄回來好了 你就站在後面 我站在下面幫你看好不好 我站在下面幫看 然後我左下角這邊還沒被殲滅也是蠻扯的 我本來以為這邊一下就被殲滅了 他們還蠻能扛的 哇那我的這個蜥蜴很強欸 你看這個傷害幾乎是蜥蜴打的 因為我一級塔不會打很痛 好痛喔 這個蜥蜴真的是 沒有白身欸很強欸 蜥蜴有點猛啊 然後這一關應該就隨便打了 我都打到這樣子 應該就隨便贏了吧 我這不可能輸啊 我完全看不到我輸的道理 神殿有生 基本上不可能是 你看這個神殿一直咻欸 很猛欸 神殿一直咻 結束了欸 欸就這樣子而已嗎 這關有這麼簡單嗎 最後一波 應該是最後一波 13 果然 這什麼東西 奇異的雕像 什麼鬼啊 奇異的雕像是什麼啊 我想一下 那奇異的雕像要怎麼拿 這個門先升好了 欸他們在奇怪的地方放一堆雕像欸 這是BOSS關欸 那我可能把我家的塔都升上去好了 我覺得這個要升啊 不然打不了 應該打不了 塔是很重要的 我把我家周圍的塔全部都升了 然後比較遠的就升成那個狙擊塔 把那個範圍擴張 我沒打過啊 只能先試試看喔 至少要拖住敵人的攻擊速度嘛對不對 OK 剛好 那因為我不知道敵人會怎麼做 是這個劍勢很強是嗎 那我的想法就是 先打死兩隻好了 我就用近戰堵住 然後我的弓箭手 分兩路 這個弓箭手先在這邊擋 然後我帶一半的弓箭手 其實也不用阿 弓箭手站這邊 這樣試試看 先殺兩個 看能不能殺 哇 它好猛喔 它超級硬欸 它超級硬欸 哇 我的雕槍被殺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 這個需要我揍殺 而且它很 它會穿牆欸 我操 我操 揍殺 欸 它這什麼東西 欸 誰能告訴我它是什麼 欸 這什麼東西 誰能告訴我它是什麼 它怎麼痛啊 看我的操作 看我的操作 看我 看我 看我的操作 我的操作可以 我們打贏了欸 因為我發現 這個東西 這座塔很強 然後他們不會優先去打 打我的主堡 它會先拆 靠北完了 它會優先拆這種奇怪的小建築 好像打得了欸 它真的會優先拆建築欸 它拆完我家又跑下去欸 什麼鬼啊 欸 我真的是靠它施捨才隱欸 欸 它好痛喔 它就追著我打欸 那我贏啊 如果它是一路拆上來 我就輸了 還好它先拆我家 又跑下來 又跑上來 浪費它的時間啊 它往下跑是什麼意思 它要去哪裡 它是要拆哪個 它要拆這個喔 欸 這波真的是靠我自己打欸 哈哈 我被拆到 剩一座主堡 那我打贏了啊 還沒有充一點啊這一關 還不錯 那這一關好像是我 目前玩到現在 玩得最快的一關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選 就是敵人 爭強的buff什麼的 就比較簡單一點 喔 喔 然後這邊好像還不能玩欸 喔 這是無盡模式 所以我剛剛那是最後一關喔 喔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也算 玩完這個遊戲的啊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想要 重複的關卡再打 應該說不好拍片 我可能之後再看看 這種獎勵模式是什麼吧 之前好像沒有 總之不管了 我們今天這集就差不多 到這裡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有什麼劍的話也可以 在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